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干预或者是管闲事 大家注意这个词有些贬义词的味道 就是非常讨厌的 干预穷掺和别人的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fear这个音节是中毒的 大声里面 interference 再来一遍 interference 好 干预干涉或者管闲事 注意不可署名词 这是抽象的一个行为 是不可署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注意有贬义词的一些含义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记住这个词 往往在后面呢 如果是对什么什么的干预 干涉某事 我们记得加in interference in something 如果就是干预干涉 可以单独使用 干涉某事 我们记得加in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I resent his interference in my work Resent就厌恶讨厌憎恶反感 我非常反感 他干预干涉我的工作 我自己工作 你跟着穷常用什么 越忙越忙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他 你发现这个词 第一个 它是不可署名词 对吧 单独使用 第二个呢 对什么什么的干预 加in 而且确实是一个贬义词 讨厌的 总去干涉 穷穷常我的事 管好你自己的事 再看例子 They expressed resentment a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heir domestic affairs 他们什么呢 就对于那些外界的 对于国内事务的干涉 表达了厌恶 表达了不满 就是你啊 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不要窗户我国的事 他们表达了这个 resentment 就刚才resent 名词形式了 就还是厌恶讨厌的意思 对于什么 可以叫at outside interference 就外部干预 干预的是什么呢 后面加in 干预的是他本国的事务 domestic affairs 国内事务 或者内政 翻译它内政 对内政的干预 可以用它 domestic这个词 可以表示家庭的 或者国内的 但是domestic affairs 这个固定搭配 一般咱们翻译成内政 就国家的内部事务 外界干预 对于什么的干预 我们加in 就好 外界干预顺便记住 outside interference 就好了 这是干预干涉 它的动词形式呢 就是interfere 而且呢 我们发现 借词不变 干预干涉 单独使用 可以用interfere 如果干预模式 我们借词 in加in 我们在大声都讲 interfere interfere 注意有贬义词的味道 干预 干涉 我穷掺和 你这就 没你的事 别穷掺和 don't interfere in matters that do not concern you 这是个歧视句 我说别穷掺和那些 跟你不相关的事 这事跟你都没关系 别穷掺和 concer是涉及到 这个事没有涉及到你 干脆你别掺和 don't interfere 我们加in in matters 对这个事来干预干涉 那再比如说 I wish my mother would stop interfering and let me make my own decisions 这个没有说 干预模式了 interfere 后面就没有加 这次in 我怎么样 我希望呢 我的妈妈呢 不要再穷穷掺和了 并且可以让我自己 做出自己的决定 I wish my mother would stop interfering and let me make my own decisions interfere 这个词干预干涉 还有贬义词味道 对于什么的干预 可以加in 如果不说干预什么呢 可以单独使用 就好了 那么跟它非常类似的一个同义词 有一个动词叫medal 这个词做名词不常见 但做动词比较常见 它同根名词非常罕见 动词非常常见 就是干涉 干预 穷掺和 也是贬义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dal medal 它的用法跟interfere是类似的 我们还是加其次in 对于什么什么穷干涉 很讨厌的干涉 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you're always meddling 我说你总是跟着穷掺和 总是都讨厌不讨厌呢 you're always meddling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令人讨厌的总统模式 这个medal本身确实有贬义词味道 再比如说 Don't meddle in my affairs 别穷掺和我的事 管好自己的事就完了 不要掺和我的事 干涉我的事 再比如说 He accused the US of meddl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这个internal affairs 就类似我们刚才说的 domestic affairs 就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internal也可以表示国内的 他们谴责 怎么呢 谴责美国干预或干涉 中国的内部事务 谴责 那么acuse这个词 可以表示气愤的指责 咱们以前说过 指责美方干涉中国内政 可以这么说 干涉 用medal这个词 我们加in 但这个词明显的贬义词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 是一个中性偏褒异色彩的词汇 就是干预 这个干预 一般就是为了避免坏事发生 一个好的意思 那么有其他的动词 这个动词我们先等一会儿 我们先看看这个interfere和medal 它的形式形式 就是爱管闲事的 哎呀 这个很讨厌 尤其一些老太太 总是管别人家的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edal sum medal sum interfering interfering 都可以表示 多管闲事的 穷掺和别人家的事的 这个词当然有贬义词味道 对吧 继承了这个动词的含义 同样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medal sum 或者 当然在这儿跟interfering 搭配就懂n了 an interfering old woman 一个非常爱管闲事的 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女人 总是动打听戏打听 可能就是掺和别人家的事 这个不是热心肠的 而是讨厌的 因为这词是贬义词嘛 好 多管闲事的叫 再读一遍 medal sum interfering 就好了 但是我们在写作中注意感情色彩 还有一个词有中性词味道 就是刚才说的干预 这干预一般是好的意思 它是避免一个坏事会发生 注意不是interfering的 我们用这个词打成那边 intervene intervene 中音在后面发长音 e还有and的声音叫intervene 对于什么的干预 后面可以加in 这个词一般用不好意思的味道 它是避免坏事情发生 这动机和结果可能都是好的 我们看一下例子 she might have been killed if the neighbors hadn't intervened 如果这个邻居要是没有干预的话 恐怕呢 他可能被杀死了 你看这是好的结果吧 避免他受伤嘛 邻居干预来帮忙 否则的话 他可能被杀死了 这是intervene 后面加这个接词 他没有说干预某个事情 后面接词就没了 我们再看后面加接词的 The central bank intervened in the currency markets today to try to stabilize the exchange rate 这个也是好的意思 central bank 就我们常说的央行 中央银行 这央行干预什么呢 干预了货币市场 currency就通货货币了 今天对货币市场进行了干预 目的是干嘛 试图稳定一下汇率 exchange rate 咱们在以前讲过 叫汇率的意思 咱们以前在讲过 银行相关的 就是第十九课 贵重的宝贝猫 生死中讲过这个 stabilize表示时稳定 我们大家可能背过 形容是stable s-t-a-b-l-e 表示稳定的 stabilize 时稳定 稳定了汇率 试图稳定汇率 它的名词呢 就是名词intervention 对于什么什么干预 同样也是中性偏褒义的色彩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同样跟干涉 interference 每个带贬义色彩味道的词汇 不能去分开 同样的 比如说 military intervention 军事干预 这是为了避免这个地方 长期陷入动荡 我们进行军事干预 或者避免人民受到损害 这是好的意思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叫政府的干预 或者发现政府的介入 有不好意思的含义 好 我们把这个干预干涉 相关词汇 把它牢牢记住 不要搞混 这个单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来看 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做名词 可以表示一致 这个意思特别重要 但同时 到了第四侧 我们也会看到 这个词的派生意 可以表示协议 或者是条约 那首先呢 我们看 它可以表示一致 双方看法一致 如果大家看法一致 就可以签字了呗 就产生了协议条约 所以这些意思 可以穿到一块 特别好记 表示一致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固定搭配 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这个词 先大声读两遍 accord 但英国人呢 后面没有协认读 这个协认读 都行 都会听到 先看一个 表示一致的时候 三个常考的搭配 而且生活中都很常用 我们记住 特别方便 在本文中就出现了一个重要搭配 不一定指人 有的是指事物也行 你想想这句话 The door seemed to move of its own accord 我说很神秘 这个门看似呢 好像自己会动 就是没有外界干预 它主动的 它自己会动 好像有意志力一样 它自己会移动 所以是主动的 自愿的 没有别人帮忙的 没有别人强迫的 没有外力在作用的 叫of one's own accord 指人指数 这个都可以 那么这accord 还有一个重点搭配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with one accord 这一般指大家 这个一致的做谋事 或者一口同声的 在做谋事 就是大家心思想的 这个是都一样 一致的一口同声的 比如说with one the accord they all stood up and cheered 他们一致性的 或者不约而同的 咱们都站了起来 并且大声地 哇哇 成功了 你看 一致的 就是大家行动 好像都是 有人指挥一样 一致的 或者一口同声的 或不约而同的 do something with one accord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搭配 叫be in accord with something 与什么什么相一致 这个结构 在考试中 也是相当常见的 be in accord with something 与什么相一致 直接把这三个搭配 背下来就好了 同样看下例子 these results are in accord with early research 我们看到讲了 research这个词 要么是不可署名词 要么一般用复述 在这又是当 不可署名词来用 对吧 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没有复述 这些结果怎么样呢 与早期研究 相一致 说明这个实验结果 证实的早期研究 是正确的 与什么什么相一致 就be in accord with 这三个搭配 把记住 那么派生意 表示协议 或者是条约 那么我们看一些例子吧 协议条约 协议条约 当然可以当可署名词来用 刚才那个一致 我们发现 一般是不可署的 一致是个抽象的 一个含义 但协议条约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可以当可署 比如说 The Helsinki Accord on Human Rights 赫尔辛基人权条约 或人权协议 条约协议 大家签字了 叫accord 而就我们看到 accord这个词 一般确实 多指国家与国家之间 签订的国际性的 重大协议 条约 再比如说 A peace accord was signed by both leaders 我双方的领导呢 都签署了一下 这个和平协议 或者和平条约 大家签字了 心思都一致统一了 可以签字了 所以协议条约 来自一致 这个含义 是好理解的 但再强调一遍 协议条约是可数的 一致是不可数的 这是accord这个词 重点的一些习语搭配 希望大家牢牢复习 不得记住 这个单词我们看得出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convert 这个意思特别多 表示第一意思 比较常见一些 就是改变 某事某物的形式 或者用途 甚至做派生意 改变某人的信仰 这个搭配都比较常见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vert convert 但英文都能convert convert 每个人加个卷词 就convert 注意一定上下 上 这个 这个 上唇 就是轻轻触一下 就是这个 convert 就是这个 上牙触下唇 我应该说 说法了 上牙触下唇 大声来没 convert convert 这个动作 第一个 是改变某个东西的形式 或用途 表示这个意思 比较常见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搭配 convert something to 或者into 把某个东西 转变为这样一个 新的用途 或新的一个目的 都可以 这convert 在这 当集物或不集物都行 集物动词 就是把这个东西 转变成了这样一个 新的用途 或者目的 那不集物动词 就是主语本身 转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都行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咱们先看 几个集物动词用法 the stocks can be easily converted to cash 这是集物动词吗 用被动了吗 这些stock 当然是股票了 这些股票 可以很容易 转变为现金 改变目的或用途 这个用的是对 be converted to 是可以的 再别说 they converted the spare bedroom into an office 我们家into 也可以 他们把这个 这个多余的 这间卧室 改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办公室 一个转变用途 或转变目的 convert在这里 用的恰如其分 后面跟into 搭配也可以 有的时候 过去分词 可以直接当形容词来用 比如说 the pub is a converted warehouse 这个 pub 就类似于一个酒馆 一个酒吧 一个酒馆 这个酒馆怎么样呢 是由一个仓库 来改变成的 改装成的 原来是个warehouse 是个仓库 改装成的 这样一个酒吧 简直过去分词 也是来自 集物动词的意思 当然这个词 当不集物也行 就主语本身 可以转变成什么东西 就不是使命 变成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 a sofa that converts into a bed sofa 就是沙发了 that converts into 就是可以变成什么呢 可以变成一张床的 这么一个沙发 就我们常说的沙发床 沙发床 拉开了 是床 推起来之后呢 这整个是一张沙发 是这么一个 你看这个convert 当不集物动词也行 这个转变成 但动词 后面的借词 加to或者into都可以 这是改变用途 可以用它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表示 转变某人的信仰 这个时候同样 convert可以当集物 可以当不集物 convert somebody to something 后面跟一个 某种信仰就行了 这个 我们先看例子 European missionaries converted thousands to christianity 欧洲的这些 missionary 就是传教士 这个单数呢 是把后面 IES去掉之后 加字母Y 我们读一下这个名词 missionary missionary 做名词 就是传教士 这多好记忆 因为他们有任务使命 就是mission missionary带着使命 干什么呢 来这个扩充 扩充我们的这个组织 增加信徒 把数以千计的人 转变成了 使他们信仰了 信奉基督教 基督教我们可以 大声读一下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可以跟这个基督徒 同时记 基督徒是把 I T Y去掉 我们读一下 Christian Christian 是基督徒 那么基督教 叫Christianity 就是 数千人改信基督教 转变信仰 那么不及无动词也行 不及无动词就 主语本身 转变成某种信仰了 比如说 看这个句子 他没有嘉宾女 整个是主语变了 S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Catholicism在这 就表示天主教了 他改信了天主教 可能原来是信基督 改信天主了 这个天主教徒呢 我们可能就Catholic 叫天主教徒 天主教叫Catholicism 这个中音也是有个变化 我们先读一下天主教徒 这个词 把后面这个ISM去掉 大声那边 Catholic Catholic 后面加这个ICISM 后面加ISM之后 中音在The 这个音节 大声那边 Catholicism Catholicism 可以跟这个Catholic 可以同时记 就是这个呢 这人转变成了 这个天主教 使这个信仰 转变或皈依 某种宗教 我们也可以用convert这个词 它的形式形式也很常见 就是可以改变用途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读开了以后呢 这个字母T又会轻声 啄声地的声音 在里面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这么读更舒服一点 convertible sofa 也是我们说的 一张沙发床 可以改变用途的 一张沙发 就把它拉平了之后 就是一张床 可以用它 甚至convertible 还可以指一种车子 可能特别是跑车 里面会出现敞篷车 就能改变 这个车的形式 拉上棚子之后 跟普通车类似 把棚子拆掉之后呢 是空气能进来 这种敞篷车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发音是一样的 大声那边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直接当名词 就是指敞篷车 好 这是我们35课的 声词和短语 里面重点词汇 还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声词和短语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